各位天诺宝子们快来看 这个母仓鼠Aria新号登陆第四天 就要去单刷土星巴斯萄格斯将军 你们猜他会翻车呢 还是会翻车呢 这样我们准备充分 又怎么会翻车呢 战甲和武器的佩卡放到了视频最后 还请大家内心观看 看着黄色任务点 我们找到萄格斯将军 他的右边是可以喷射火焰 并可以发射燃烧弹的武器 他的全身都穿着尖薄可刺的护甲 只有当深晒的萨热器打开 发出光芒的时候 这些地方才是可以造成伤害的 萨格斯将军的战斗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去到尔地的萨拉斯将军 只会用榴弹炮或火焰吞血 还攻击我们 而左近的萨热孔会不时的打他 并发出光芒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 去摩军的炮架攻器 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的 当萨拉斯将军的血条 被打掉三分之一以后 才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我们会使用大大围的火焰冲击 并且 使用前弹 爬热管会打开 并发出光芒 此时 那个部位是可以受到伤害的 当他的血条被打到三分之二以后 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我们会使用对于火海 并且 同废的萨热孔会打开 发出光芒 此时 我们可以用去摩军的爆炸攻击 使造成伤害 散掉萨克斯将军以后 日随这里点出血 我们就可以前往这里点完成任务 这里是我的战甲悟空的费卡 战甲悟空 我是给他装了一个 欧热亭反应堆的费卡的关键 就是要装一张满级的火焰防护 对于萨克斯将军造成的都是火焰伤害 满级的火焰伤害 可以对我们家绑制60的火焰靠近 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生存能力 很好这里卸去陌生的费卡 主要把伤害的配置成浮射和冰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